如何让不喜欢你的女生主动跟你示好呢 你是不是在想 这不就是白日梦吗 我真能做到 我就不会在这看视频了 不要急 我就问你们一句 要是女生也喜欢你 还需要你追吗 所以这种情况太正常太普遍了 我接受过的案例 基本上都是帮大兄弟去追不喜欢他的女生 点赞收藏 只要按照我说的来 那个你只能看到背影的人 会主动回过头牵起你的手 有一个兄弟他找到我说 主人你好 我今年28了 开了一家公司 前段时间参加培训会认识了一个女生 长得很好看 自己呢也开了家一美店 我一也就心动了 为了讨她开心啊 甚至还在网上买了一堆追女生的秘籍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怕她觉得我不舍得花钱 就给她买了一个爱买式的包包 给她呀 她直接拒绝了 还让我不要破费 可这样呢 我反而更喜欢她了 我觉得她和外面那些物质的女生不一样 我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 但她摆明了对我没意思 能帮帮我吗 我想试一试 成不成功我都认了 看得出来呀 这个兄弟呢 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 所以我尽全力帮她达成所愿 可同时呢 我也残忍地告诉她 现在女生对她确实没有兴趣 原因就在她自己的身上 她以为自己表现出了好感 付出了行动 就是在为自己的心动买单 但是她却忽略了 没有人会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好感 所以我们要做的呀 就是先让女生对这个兄弟产生好奇 从而产生兴趣 最后自然就会产生好感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直接让那个兄弟随便给女生发了一条消息 在干嘛 十几分钟之后 女生回了 刚准备睡觉的 太累了今天 兄弟们 眼熟吗 是不是经常遇到女生找各种借口 跟你结束话题 不是困了就是累了 好像你在缠着她聊天 就是不体贴她 这种把你架在火上烤的滋味不好受吧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的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说明白了 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各自玩手机的时间呗 其实看穿女生的借口很容易 但是拆穿女生的借口却只会让她对你的印象分 直线下降 觉得你没有情伤 不过这里我们选择了用委婉的方式去暗示女生 我们告诉她 我知道这是借口 但是我依然选择体谅你 女生要是再得寸进尺 就会显得她很没有分寸 所以她肯定就会顺着台阶下 果然女生会冷 哈哈对啊 我玩火手机就要睡了 看得出来呢 女生情绪在我们的调动之下在变好 但是依然没有跟我们延续话题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发散思维 让她主动对这个兄弟产生好奇 从人产生聊下去的欲望 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们说可以啊 不过说好了 先说晚安的 明天要先说早安 真的吗 拿出本的记好了 如何让不喜欢你的女生对你产生兴趣 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对她提要求 你不要自以为是的去体贴她 关心她那只会感动你自己 就当她也需要付出才能收获回应的时候 她才会真正的开始正眼看你 接着女生回了 这可能不太行 我一般都起得很晚 嗯是不是感觉这个女生在拒绝我们 好找到你单身的理由啦 记住啊 女生的话永远不要直看表面 她只是给你提了一个难题 但她并不是在拒绝你 你要学会把难关转换成机会 我们直接说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跟我说完早安 再回一句 早安我也刚醒 什么叫步步为营 我们的目的没有变 但是态度的转变 一定能让这个女生自愿接受这个要求 因为她已经对你产生了兴趣啊 就会通过一些妥协进一步的去了解你 果然女生毁了 你真的每一句话都能接上啊 还挺有意思 不要灰心啊 女生虽然没有直接同意 但是却是认可了兄弟的改变 这个就是好信号 但也不要被短暂的胜利冲破了头脑啊 这个时候就要学会给自己上价值 学会把女生跟自己绑在一起 让她因为你的话去思考你们的关系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暧昧 所以我们就直接回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有趣的灵魂会互相吸引呢 这里啊我们不仅认下了女生的夸奖 还侧面的夸了女生一波 最关键的是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很暧昧的聊天氛围 这就是升级关系最好的调味剂 那为什么女生都喜欢暧昧呢 因为那种若隐若鲜 若急若离的感觉会让人沉迷 几分钟之后女生回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很擅长哄女生开心 所以这么熟练 好一顶渣男的帽子扣了下来 很多兄弟肯定立马就慌了啊 但是为什么要解释呢 解释不就是自动的占了下风吗 我们直接反其道而行之 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 就能看到这句话啊 他说出来这句话不就是在告诉女生我是渣男吗 但是我不是啊 他误会了该怎么办呢 看得出来大兄弟很在意这个女生 所以呢我也不卖关子了 我就直接告诉他 你说出口的解释只会被当做借口 一定要让他自己去了解真正的你 开始产生好感的第一基础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我们再接着说 毕竟女孩子天生就比较敏感 本身就应该多照顾一点 而且对别人礼貌也是应该的 但只有面对我喜欢的人 我才会紧张 才会在意我有没有照顾好他的情绪 在女生还没有给出回应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个绝杀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更开心点呢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不要去喜欢一个对你好的人 而是要去喜欢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 而我们直接啊两样站齐了 女生对你的兴趣就会从这一刻直接变成好感 十分钟之后呢 女生回了我开不开心都没用 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被几句好听的话打动的人 更不会因为一时的感动或者感觉做决定 女生是真的不同意吗 不对 她在不安 她不知道这么快给出真心 能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未来 那我们就要告诉她 我们永远给她选择给她安心的答案 我让兄弟回 你的确不用那么快做决定 就算很多人都说爱情是感性的 但我却觉得理性一点也没有错 所以我希望你的答案不是因为荷尔蒙几秒钟的影响 而是认真考虑之后 仍然决定走向我的选择 什么叫自信 这个就叫自信 我给你选择的权利是因为我知道 我值得你选我 这比再多的甜言蜜语都更有用 试问这样的回答有哪个女生会不动心呢 半个小时之后啊 女生回了 反正你也不着急 那就再看咯 所以你看到这个回复呢 心都凉了半截 她觉得这个女生其实还是没有给机会 但是我告诉她等着吧 女生已经给了暗示了 一定是个好结果 果然第二天 兄弟睁开眼啊 就看到了女生给她发了一条 今天我骑得早 免费送你一个早安吧 好兄弟们 相信看到这里的你们也能够想到接下来的发展 那这次聊天之后呢 这个兄弟又跟着我学习了一段时间 女生呢 已经从每天主动说早安晚安 发展到现在 每天都要和兄弟见面 现在呀 两个人每周都在朋友圈秀恩爱呢 所以兄弟们不要觉得女生对自己不感兴趣 天就塌了 只要你懂得怎么用聊天 让女生对你产生兴趣 其实在一起一点都不难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心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呢 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帮助你 如果心情话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到最新来就放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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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